咱们刚才呢 讲完了第二块的内容啊 主要是做这个分析 然后咱们把代码结构给改了 那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正式的来做这个啊 整个搜索的这个功能了 那么整个搜索 刚才也说了 最最基本的你要把这个什么样 商品分类要列出来 因为之后所做的品牌规格 是不是都取决于这个分类啊 啊 你的分类得有先得有这个分类 那么怎样才能做这个分类呢 刚才也说了 用到什么插曲 分组查询 对 用到了我们的分组查询 分组查询 那么这个分组查询呢 大家以前都学过这个色固语句 对不对啊 那么这个色固语句的写法是什么写法呢 你比如说我在这打开啊 打开某一个表啊 比如说就打开这个 这个iton表啊 那这时候我们说 slag的 slag的什么 我们要分组我要查询什么呀 我查询这个 有哪些分类 有哪些分类 那这时候就是啊 category是吧 然后from tb iton 然后怎么办 grove grove by 这个分组来查询的这个结果啊 其实我们最终得到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这东西啊 就得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所有的这个分类结果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分类结果 那么我我可不可以加条件呢 是不是也可以加这个条件呢 啊我们可以这是外儿条件啊等等等等等等很多条件 那么这样一来他这个分类结果就是按照这个条件删写之后的一个结果 这能理解吧 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语句 其实我们在是这是色谷语句的一个显法啊 但是我们说 斯文币的sara给我们提供的实际上是什么 是个被封装的API啊 因为我们说sara毕竟不是关系型数据库 对不对啊 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使用什么这样的一个色谷语句来解决我们的这样问题 但是他提供了一组API 我们可以去调用它 而这一组API的这个调用啊 其实和我们刚才讲那个高亮有很多相似之处 啊他们最大的相似特点就是层特别多啊 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最后才是你要的东西啊 他这个设计的风格都是很类似啊 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先演示一下这个啊 来讲一下这个分组查询的后段代码 那么和分组查询的后段代码 我们在这里啊仍然是什么 创建一个新的私有方法来做这个分组查询 OK吧 那么我们现在先做一个prime rate 先做一个私有方法 比如这里我返回一个list search分组列表 pate agree list 我写这个名字行吧 这是我们的分组 查询 对吧 就是分组查询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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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 分类 那边 那么你既然查询商品分类那边是不是也有条件呢 哎 好 我这个条件和他一样 需要把这个search map传过来 这能力也把把这个传过来传过来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动手做了在这个方法里做了那么怎么做呢你所有代码都要从这个sbrime这个从这个这个sbrime的这个方法中去拿啊因为只有从这拿你才能有这个思路去写下去啊所以说大家在写代码说不要按我这个讲义啊这个代码一步就抄你抄完之后呢你可能没这种感觉啊你按照我我我在上课讲这个步骤这个顺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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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 你下次你也能自己写出来了啊因为那个如果你不要这么不这么写的话你很难记住他那些API因为这个东西太别特别繁琐啊你只有顺序光挖的他这个东西才能写写的顺畅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先从这点点出来那么大家想这问题我现在要做什么做查询做什么查询分组查询好你这里就能找到方法了哪个i query for growth page 就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就是一个分组的一个查询是吧哎这个分组查询就能满足我们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类似于色后语句中的这样一个查询能理吧哎类似这样的查询好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之后接下来怎么办那这里头这个class和那个是一样的是吧哎和那也是那个世界类class这个一样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我创建一个对象啊注意大家看我我写的这个顺序啊等于什么呢等于我新跑新跑快乐其实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快乐啊和我们之前的那个快乐是一样的啊这是一个普通的快乐 然后呢这里头我们可以去啊加上新冒号新啊那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快乐 那么接下来你这里的分组查询肯定要什么呢肯定要基于某一个查询结果来做 对不对肯定要经过一个条条件来做啊肯定要根据一个查询条件来做 所以说要怎么办这个快乐我们应该把这个部分的代码给它复制下来 这不是你这个东西仍然是需要通过这个关注评来去搜索来得到这个分组结果啊而不是全部的数据能力吧而这部分数据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 where相当于我们sircle中的wile条件能力吧是相当于啊但它这里没有wile条件啊相当于wile条件 那么你把这个东西加之后接下来还有什么要做的呢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下面还有分组 它点什么呢 赛塔有一个赛的什么赛塔有个个肉货奥布沙斯 个肉货奥布沙斯 这时候你看这个名是不是感觉挺挺耳熟的是吧 之前咱们在高亮的时候那叫什么 他的那个奥布沙斯是吧高亮的选项这个叫什么叫分组选项是不是他在一边有很多相似之处 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咱们可以学习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对比学习 这样一来呢就是能够这个减轻大家的一个学习成本啊 那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时候怎么办 他肯定是也能拥的对吧 他能拥的刚才我们说要添加一个什么东西啊 是添加一列对吧 其实他这个代码也有类似的地方 他要怎么办 爱的什么 group by field 这里有一个列名称 这个列名称是什么呢 就是你根据哪一个域来进行分组 刚才我们的语字容是根据哪一个域啊 根据哪一个列啊 是根据group category是吧 那么我们这里头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域名称 根据哪个 atural category 是这个吧 atural category 就这个时候相当于指定了一个什么 这个时候相当于指定了一个group group by 能力吧 这句话 如果这两句话相当于wire条件的话 这个就相当于group by 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能力吧 就是这么一个 加一个分组列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这个时候 它已经有分组的这个选项了 那接下来我们一个怎么办呢 前面这个部分其实就已经ok了 前面主要做的是一个wire条件和一个group by 那后面这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要取结果了 这时候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是个什么配置 大家看一下 叫分组页是吧 上面那个东西叫什么 高亮一样是吧 是不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好 这个我给大家写一下 就我写上 这叫设置分组选项 这个是根据关键字查询 根据 根据关键字查询 我后边这写 对吧 这个能看懂吧 这个意思啊 好 现在呢 把它加完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要获得 就是获取了一个什么 叫分组页 这能理解是吧 好 那么这个分组页拿来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它有个什么方法 它有get counting的方法 是吧 get counting的方法 有一个什么 有个例子 有一个item tv item的一个例子 是吧 那好 这个方法能不能获得过的结果呢 我不给大家做测试了 我直接告诉大家结果 这个方法返回来的就是一个空几核 这个方法没有用的 这个方法返回的是一个空几核 你不要用这个方法 或者用这个方法 没有得不到任何结果 那你可能会奇怪了 说既然你得不到任何结果的东西 它为什么还要设计这个方法呢 它有这个方法 是不得已的一个方法 为什么 因为这个接口 是配置这个接口的 子接口 既然是子接口 子接口定了这么一个方法 它必须要有这个方法 但是有这个方法 它还用不上能力吧 它为啥用不上呢 因为它夺得到的结果并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整个一个搜索结果 而是一个分组结果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方法 它做了一个空实现 能力吧 所以说这个方法 其实你是用不到的 能力吧 那么既然它用不到 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分组的结果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接着往下走这个配置 再点 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getgroupresult 看到吗 获得什么 获得分组结果 这个分组结果呢 它这里头就是要给定一个域名 域名称 注意 你这里的域名称一定是这里头已经出现过的 已经出现过的 然后呢 对把它拿过来 这个就得到一个什么呢 得到一个分组的结果 获取分组结果对象 这个呢叫分组页对象 这个呢叫分组结果对象 那你说他俩为什么还出来了两个东西呢 是这样的啊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不可以加多个分组列 可以吧 因为我们在这里做的本身这个分组的并没有那么复杂 只做了一个分组对不对 那么这个实际上可以在做什么 可以后面再加一个分组 可以再接着点爱的另外一个分组 能力吧 那么远于说这里可以加多列 那么你这里要取的这个结果 必然只有其中一个分组结果 也说你可以在这设置选项的时候 我设置很多个分组分组列 但是我取结果的时候 我可以分别去提取能力吧 而你这里的所提取的名称 必须是上面出现过的东西 这个能力吧 那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就只有一个啊 所以说也只能用它了啊 只有这个一个结果 我们需求也就只有这么一个结果 好 这个呢就是一个分组结果啊 所以说这个分组页和分组对象之间的关系 它们之间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那里吧 就是一个分组页有可能包含多个分组结果 因为有可能有多个分组列 这个逻辑大家能能理解吧 好 接下来咱们再往下看 这个分组结果点 这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呢 这里仍然沿用了刚才我们高粱显示的那个风格 刚才显示的一个就是什么入口集合对吧 它这里也有一个入口集合 那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入口集合 这叫入口页吧 好 我们现在把它拿过来 叫get group entries 这时候我们叫什么呢 它叫获取入口分组入口啊 分组入口页 有理吧 这个叫分组页 这个叫分组入口页 这个分组入口页 就是要得到具体的分组数据的东西了 那么这时候我就把它拿过来了 看明白了吧 那么你得到这个东西了 那你总能获得数据了吧 好 用这个分组入口页 点 get 什么 counting的 这个才有一个counting的 这个counting的 才是你能获得分组数据的那counting的 这个呢 就是获取一个什么呢 分组获取 获取分组入口集合 这个是分组入口页 这是分组入口集合 这个是一个对象 这是一个集合 能能能理解关系吧 好 我得到这个东西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就可以辨令它了 for循环 然后用这个分组 这里每个元素都是一个分组的一个入口 对吧 一个分组入口 所以说我们这里叫entry 冒号 这个是 这个时候就是entries吧 叫entry list 叫这个名 entrylist 好 我现在得到这个entry之后 这个entry怎么办 点 get group value 好 这个才是咱们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能理解吧 就这 它也是一层一层的 就掏了好几层 最后出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自货串 看了吧 这个得到自货串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 circle语中的这个结果 好 我现在最终要返回的是什么东西呢 返回的是个list 那好 我现在怎么办 我现在应该是 写个list new一个list the new andry andry list 至于我们在这里返回的结果 就这个时候我们直接返回一个list 就返回一个street的一个list的结果就行了 因为这里只需要一个名称 对吧 别的没有什么东西 你不用去返回的对象 这里只要一个 一个分类名称 就够了 这么一个文本就够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头 把它加进来 这时候就是 他点 点爱的 把这个东西给他加进来 在循环的过程中把它加进来 OK吧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它反过来 那当然你这里也可以怎么的 可以做一个范形也可以 对吧 可以做一个street范形 这个时候做一个street范形 好 保存一下 OK吧 这就行了 这是将分组的结果 然后呢 添加到返回值中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整个分组的这么一个代码 也是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 跟我们高亮这个这部分是不是有点像了 有点像 好 这就是我们最终返回的结果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做完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什么 点二 点什么 分这个查询 分组查询 什么呢 分组查询 商品 分类 这边 这个仍然是从street范形查询的 他 然后呢 把这个search map 传进来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category category list 对吧 那么这时候如果说你反过的是一个list的话呢 那你就按照之前的方式来做就行了 map点什么 put put 什么 这是category list 行吧 我就起这个名了 那我既然起这个名 我前端是不是也要按这个名来取数据啊 好 把这个怎么办 放到这来就行了 OK吧 这样一来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分组查询的功能了